小伙号11年,在九米高树上建树屋,每天登自行车进屋04080.21分 这位骨骼惊奇的小伙名为森舒斯乐,他每天用自行车爬树的目的并不为强身健体,报效祖国,而是因为树 上离地九米的地方有他耗11年时间建造的树屋,这可是他每天朝九晚五,辛辛苦苦亲手打造的,再生殖版的屋顶 废旧的汽车零件,森用他强大的动手能力将一堆废物变成了室外桃源 树屋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恰到好处的六边形,足够他和朋友们远离尘销 在这里看看书,睡睡觉,宽大的观景阳台还能让他们欣赏大自然的美 只不过,树屋建好了,进屋的方式却有点尴尬,总不能每天爬上爬下巴,毕竟树屋 离地九米呢,估计再多爬几天,别说墙身健体了,估计膝盖都该废掉了 所以才出现了开头那一幕,森和他的小伙伴们选择了 用自行车上述这一与众不同的方式,为的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将妈妈淘汰下来的,老爷车,进行了改造,去掉了轮胎,增加了滑轮和钢丝 绳索,并且改造了自行车的齿轮比例,增加了额外的滑轮组,以便登起来更加省力 而且为了防止下降的时候暴跌到地面,它还增加了一个废弃的水箱进行配种 文章来源,东方网,石榴树,它既可赏花,又可以看过,且有 多子多福的寓意,在我国深受人们喜爱,被广泛种植和栽培 种植石榴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选好土壤施好底肥石榴虽然比较耐贫瘠,但是为了石榴树的茁壮成长,还是选择疏松透气肥沃的杀质土壤为宜 无论是庭院种植,还是盆栽,可以使用腐熟的饼肥,粪肥作为底肥 吃过底肥后,上面撒一层土,避免根系和肥料直接接触 然后栽下石榴树,浇足水进行缓苗即可 二,要见足光,浇好水石榴是比较喜欢阳光的一种植物 阳光充足,石榴长势旺盛,片片浓绿,开花也多 所以庭院栽培石榴,要无遮蔽,盆栽时一定要把石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石榴比较耐旱,但是也比较洗水,适量浇水会让植株旺盛 但是水不宜过多,切记存水,否则会使土壤粘重 影响石榴的根系呼吸,对石榴的生长造成影响 三,注意施好肥料石榴比较洗肥,成活后要注意 长施肥,但是一次量不可过多,要做到薄肥多施 肥料腐熟的饼肥可以,复合肥也可以 花钱以鳞甲肥为主,避免石榴的妄长,影响石榴的开花和结果 落叶时,可施一次浓肥,利于月冬 施肥合理,石榴会又红又大,极为迷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